首先切一些自己喜欢的配菜,一个洋葱切成细丝,放在盘中备用 一个西红柿切成薄片,放在盘中备用 一个彩椒,去掉彩椒纸,切成细丝,放在盘中备用 接下来调一些料汁,碗中放一勺辣椒油,一勺鸡精,一勺盐,一大勺蚝油,一大勺生抽,少许的老抽 少许的白糖,再加一些凉白开,搅拌均匀备用 锅中水烧开放入面条,用筷子搅拌一下,防止粘粘在一起,大火煮至两分钟,然后捞出 放在凉水中,过滤一下,然后再次捞出沥干水分,放在一旁备用 两个鸡蛋,搅散之后放入锅中,煎成鸡蛋碎 然后铲出放在碗中备用 锅中再放适量的油,刷至无成热的时候把菜放入锅中,煸炒一下 接着把面条放入锅中,料汁也放入锅中 鸡蛋也倒在锅中,用筷子把所有的材料搅拌均匀 这样一边翻拌一边炒,大概两分钟左右,得到面条入味之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今天分享的这个炒面做法是一道懒人食谱 它的特点就是简单快速,新手也很容易上手 鲜香味美,汤汁也是刚刚好,面条不干也不硬,真的比外面卖的还好吃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做吧